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起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6号 地震当下你看到当地正在播报新闻的电视台主播 原本是镇定的想要来传递讯息 但是摇晃的程度越来越剧烈 他立刻躲到主播台下避免受伤 另外这一段的监视器影像也看到 地震发生当下有民众想要夺门而出去避难 但是差一点就被上方掉落的物品砸中 相当危险 现在外国媒体报道 在当地的这起地震过后 已经有200人受伤 当地已经出现建筑物毁损的零星灾情 非中国家奈及利亚的油罐车翻覆事件 变成了夺命大爆炸案 目前知道当时是因为油罐车翻覆之后 民众抢着要去来拿取露出的油 所以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爆炸事件 一百四十七人不幸丧命 文献宇轩 看到眼前景象民众忍不住放声大叫 一整条路都是火 景象惊人 这里是非洲国家奈及利亚 当地时间十六号 镜头前这辆油罐车失速翻覆 倒在路上 大量汽油外泄引发爆炸 火势猛烈传出百人不幸死亡 医院内全是被烧上的患者 据了解油罐车翻倒后没有立刻爆炸 所以当时有不少民众上前抢油 没想到随后爆炸才会酿成严重死伤 朝鲜漫岛出现了轰天巨响 这是金正恩下令炸毁连接 南北两韩的铁公路 但是事情发展至今 南韩政府就高度怀疑了 会不会只是金正恩下令要做的一场爆破秀 带你来看 今天一炸 监视器画面都在震动 再看一次炸药就在黑色遮挡往后方 全树炸开来 炸出一大团烟尘 也炸断了这条连接南北韩的铁公路 이번엔数十 개의 구덩이를 파는 장면이 직전에 포착되면서 폭약의 양이 어마어마할 것으로 보였지만 막상 폭파 장면을 보니 보여주기식에 그쳤다는 게 군 당국의 평가입니다 先前金正恩才说 要断绝两韩关系 现在就炸毀金义县和东海县北侧 做到物理上跟南韩切拔断 南韩军方表示爆破地点距离两韩軍事分界线只有10公尺 而且事前没通知 因此采取反制射击 南韩处于自我防卫 以重機枪榴弹发射器 回应北韩 南韩媒体分析 所谓金正恩的强硬立场 可能就是下令爆破 因为北韩声称 南韩无人机渗透平壮 但是反常的是 北韩官媒对炸毀铁公路 隔日只字不提 却连续两天宣传 140万名青年自愿从军 南韩一触即发 在边境城镇确实有感 南韩的五头山统一观测站 位在金基道坡州市 距离北韩只有2.1公里 不少游客到这里 透过望远镜 瞭望一江之隔的北韩 但是现在金基道宣布 将与北韩接壤的坡州 连川 金浦等三个市县 11个地方化为危险地区 也禁止对北韩投放传单 南韩评估北韩将在军事分界线周边 新建隔离墙 下一步可能挑衅西海的北方界线 这里被视为朝鲜半岛的火药筒 朝鲜半岛紧张在一起 引起各国外媒关注 北韩一系列动作被认为是 回应南韩军演与美国战略部署 美国国务院呼吁北韩 缓和局势 停止任何增加冲突风险的行为 朝鲜半岛的另一个邻居 也是中朝好妈级俄罗斯 公开撑腰北韩 要南韩认真对待警告 更提到去年六月 普京在平壤已经签署 朝二条约是紧急状况下 自动军事干预的协议 今天订阅所有合作的合作 预计则是同时的 相互助于一位一位的主持人 对,今天美国战略 将结束了时 这些阶段的阶段 继续继续续续续 因此我们的政府 现在北韩和局 生活管理 比较重要 此时美日韩三国副会长在首尔会面 讨论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 预计拜登卸任前将举行美日韩元首峰会 共同应对北韩问题 TV新闻综合报道 再一看到就是美国大选的议题了 讨论到共军围台军演以及台海情势 那么这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被问到对台立场 他再次的强调台湾有权利自我防卫 贺锦丽是在机场的时候受访也提到这件事情 他强调一中政策也相信台湾有权自我防卫 现在面对民调数据跟对手川普越拉越近 所以贺锦丽也动起来了请跑关键州 星期二是在美国宾州造势 就有上百名共和党人帮忙站台大打反川牌 那么另外关注到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 已经通过了邮寄的方式提前投票 他把他的票投给了贺锦丽 也完成了自己在一百岁的时候许下的愿望 希望贺锦丽能够打败川普 这是JPBS美国总统大选的特别报道 我们今天带你来聚焦亚利桑那州 这里的选情就是被认为最关键的摇摆州 当地拥有11张的选举人票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拜登在这里小赢川普10500张票 这回贺锦丽要继续赢 需要更多努力 凤凰城所在的马里科帕郡 人口超过450万是全美第四大郡 而这450万人是整个亚利桑那州 62%的人口 也因此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来说 马里科帕郡绝对是亚利桑那州的胜选关键 在凤凰城高速公路上行驶 你很难不注意到TBAR上的电子广告 以下是亚利桑那爱川普 没多久另一个广告是 亚利桑那共和党人支持贺锦丽 对川普马嘎感到反感的亚利桑那共和党人 在2020年第一次公开挺拜登 这次他们也支持贺锦丽 四年前拜登以0.3%不到10500张票的差距 成为24年来首位拿下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即使挺民主党的共和党人只是小众 也足以影响选举结果 川普在2015年投入美国政坛 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共和党 现在这个让传统共和党人感到陌生的 Maga共和党 却是手头足所知道的共和党样貌 川普是活跃在他们这个世代的政治人物 也是年轻保守派所知道的共和党核心人物 川普所主张的价值是年轻共和党人所认同的共和党价值 副总统辩论这一天 我们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教室里的气氛很Maga 这场观看派对是由大学共和党人所主办 活动开始前先宣读效忠誓词及祷告 会长说他在15岁就深受川普启发 参加过造势也到国会实习 Z世代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样有热情和行动力 顶着涉事40度高温敲门拉票不容易 但在严重政治对立的气氛下 和不同政党支持者沟通才困难 美国总统大选抢选票也要抢插旗 在亚利桑那州土桑市各大路口 都可以看到这样插满竞选标语的状况 而当然有一些就成为被破坏的目标 贺锦丽和华兹的标志被图改成 南方公园里的葛屁老师搭档华兹参选 开车经过这段路 两侧四五间住宅摆出大大小小的川普标志 而这一户和邻居一个支持贺锦丽 一个支持川普 亚利桑那一直是共和党红州 两千年到2012年的四次总统大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拿下过半选票 在川普之后有了改变 一般认为今年亚利桑那胜负差距 可能比2020年更小 对两党来说更是一票都不能少 TVB的新闻黄松普尼加贵 美国亚利桑那州报道 选民当然高度关注美国的经济 我们就来看看美股周三的表现 重整旗鼓了 因为在摩根大通以及联合航空财报的带动之下 投资人从事信心 所以美股的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待你来看美股的主要指数 试图从前天荷兰半导体供应商 ESMO引发的抛售潮当中反弹 所以美股的投资人继续关注企业财报 包括摩根史丹利第三季 因为投资银行业务的表现强劲 获利超出市场预期 所以带动股价大涨7.6% 道琼也反弹 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道琼工业指数再度占上了4万3千点的大关 现在有延调数据显示 高盛的交易部门预估 这一波的展示将会延续到今年底 标普500的指数很可能达到6270点 那么来看到 美国的家庭现在有压力 如果小朋友吵着想要去迪士尼玩 那么一个月的薪水都花下去值不值得 美国即将进入到了这个感恩节 以及耶诞假期 一张迪士尼门票的价格的变化 带你来观察 城堡气球加上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让人重拾童心的梦幻乐园 是美国无数家庭旅游的收选 但却总是让一家人荷包失险 但不断上涨的迪士尼乐园票价不是特例 奥兰多的环球影城门票 从119美元涨到179美元 一年之内涨了整整两成 同时迪士尼也大含冤 强调虽然票价涨了3% 但盈余成本上涨了6% 因此今年第三季迪士尼的利润 还是不如预期 今年的股价就下跌了15% 而且去趟迪士尼乐园 还不止要花钱买门票 包括饮食以及停车等备用 都水涨船高 旅游网红发现跟5年前相比 一天下来开心的迪士尼乐园行程 可能会让人觉得像是荷包破了个洞 So when we add everything up the hotel, the park, the park add-ons, all the food the total cost for a single day at Disney for two adults came out to a jaw-dropping $886 USD The exact same trip in 2017 would have cost a total of $567 That's almost a $320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rips That's a 44% increase in just 7 years far outpacing inflation which is around 24% since 2017 根据计算 美国如果一家四口去迪士尼 享受五天四夜的假期 包含快速通关住宿等等费用 甚至高达五千美元 环球影城玩个四天 也逼近同样的价钱 如果用美国家庭薪资的 众位数来计算 月薪大约是六千两百多美元 也就是说要全家去一趟迪士尼乐园 必须烧掉将近一整个月的薪水 有不少家庭为了带小朋友 去一次梦幻假期 因此背上债务 根据调查 大约有四成五的家庭 是借钱来迪士尼乐园玩 如果摊平到所有迪士尼 游客来计算 等于每四个在迪士尼乐园玩的游客 就有一个人是借钱来玩的 尽管这些背质爱前往迪士尼的家庭 有将近六成都表示只回票价 但太过高昂的迪士尼度假行程 让很多没去过迪士尼乐园的民众却步 难以扩大客群 将影响迪士尼的未来发展 因此迪士尼也恢复包括免费停车等项目 目前最低109元的票价也仍旧没有上涨 希望民众愿意在园区多待几天 就是希望创造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粉丝家庭 让迪士尼的梦幻还有商机能够不断延续 区域业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大陆一起来看看 大陆的电商开始焦急了 双十一购物节提早了十天 迎来了史上最早的双十一购物节 关键原因是因为大陆的经济复苏缓慢 路透社更是预测了 今年大陆的GDP增速很可能只有4.8% 因为大家都不想花钱 广西这民贸易上一边敲榴莲 一边听回应辨别成熟度 挑选过后这批来自越南的榴莲 要从广西口岸运到广东 大陆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 2023年进口量超过一百四十二万吨 占全球榴莲消费的百分之八十 卖气惊人 但大陆经济疲乱 人事大问题 5月14号大陆电商龙头 淘宝天猫和京东 首次同天启动双十一活动 比去年租租提前了十天 是历年来最早的一次 天猫平台开卖半小时 大型家电销售较去年增长七点六倍 二十个美装品牌销售额 突破一亿人民币 京东方面锁定港澳地区 双十一第一天销售额 较去年增长超过三倍 大陆电商双十一也极开门红 为了让买家付款更顺利 电子支付也打破平台限制 淘宝除了自己开发的支付宝外 还能使用微信支付 大陆九月推出一系列政策刺激市场消费 毕竟经济下行压力大 路透调查就指出 今年GDP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四点八 低于大陆政府目标的百分之五 而主要压力就来自民众不消费 如何让更多人掏出钱包成为一大考验 TVBS新闻正社为蔡一介综合报道 真相曝光相当尴尬 发生在大陆甘肃的黑河大峡谷 有一些游客是专程来这里看 岩壁上的恐龙化石 但是不晓得到底是谁拿到了证据 也踢爆了 说那都是人造石 甘肃知名景区黑河大峡谷 可以看到岩壁上 不仅有恐龙形状的白骨 还有迷你长毛像 游客兴奋录下影片 以为看到恐龙化石 结果竟然是人造景观 当地政府澄清 恐龙骨头其实是景区 2019年打造的景观 让不少游客傻眼 而另外一起景区争议 是在上海迪士尼 男游客还不满 安检人员把手伸到他的包包 从里到外都翻了一遍 只以检查过当 而且认为扑克牌 并不会影响公共秩序 在我们乐园区 这上面是有说明是 实际查看上海东京 加州等迪士尼乐园 入园区之中都没有明令禁止 攜带扑克牌 也因此上海迪士尼的举动 登上大陆微博热搜 网友喊话 原放音给出震荡理由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依杰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就要请资深记者向如 来跟观众朋友一起说明一下 大陆经济不好 那么政府想要怎么做 说北京当局开始针对 国内的超级富豪的海外投资获利 想要来征收高达20%的投资收益税 那么这些被锁定的富豪 其实富可敌国 说海外的资产 至少要到美金1000万 时间交给向如 为了解决经济疲软 财政吃紧的问题 大陆近期推出了一系列 号称重磅救市的措施 现在传出大陆要开始向富豪开刀 用来增加裁员 这项消息立刻引起了 大陆和港澳地区富豪们的高度关注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 大陆主要承识一些富豪 被要求要自我评估 或者是被税务机关要求要开会 用来评估潜在的应付税款 包括过去几年 他所拖欠的款项 收到政府要求的人 将要面临高达20%的投资收益税 有些人还可能因为预期缴付而受罚 但是最终的金额 是可以跟政府协商的 报道指出 大陆突然向海外收入来征税 这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大陆国内的土地销售下滑 和经济成长放缓 使得政府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 紧迫性增大 因此他们要向富人追讨 海外投资所得 这也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之前力推的共同富裕政策 是保持一致的目标 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做法 他所涉及的范围有多大 持续会多久 但是其实大陆自2018年 曾经实施了共同申报准则 意思就是防止逃漏税 而制定的全球财务讯息披露制度 过去六年来 大陆一直在和超过120个国家 或司法管辖区自动交换了金融账户资讯 目前大陆政府已经拥有了 大量共同申报准则的数据 因此他们的税务部门 可以轻松挖掘到这些数据 找到收税的机会 事实上大陆它一直都是全球的客税国 至少从1980年开始 推出了个人所得税法起 纳税居民的全球收入 都应该要申报纳税 不过大陆对于海外收入的争管 才刚刚开始 至于大陆有多少超级富豪 来看一下数据 根据了富比市杂志 4月公布的 2024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大陆总共有406人上榜 而凯捷管理顾问 6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显示 大陆的百万富翁人数 增加到了150万人 至于胡润研究院他的报告 截至去年年初 大陆拥有千万人民币的资产家庭 达到了208万户 上亿资产家庭是13.3万户 刚刚透过向儒的解说 知道其实大陆并不是普遍穷 没有钱 而是大家舍不得花钱 不敢花钱 所以要请教向儒了 北京政府现在推出一连串的政策 想要救世 特别就是有一位学者 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志强 他说感受到了 大陆政策制定者的迫切性 也就是当局 是不是想要努力寻求经济 再次通膨 这又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名词叫再通膨 意思就是在通书时期 存在的隐性通膨 从本质上来看 再通膨通常是政府 为了避免通货紧缩 而刻意采取的措施 办法是通过了刺激需求 来稳定物价 根据摩根什坦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志强 他日前出席了港江所峰会的时候 就指出了市场期待 大陆推出了三支箭 就是政策 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以及改革 但是外国投资者 对于大陆化解债务问题 稍微失望 认为他们只是将地方的隐形债务 转移到了中央而已 而至于刺激消费政策 也仍显不足 根据大陆的财新传媒报道 大陆可能在三年内 发行的人民币六兆元的 超长期国债 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摩根什坦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志强 他就哭泣了 大陆的债务置换规模 人民币六兆元 相信这样子的规模 可以帮助地方政府 恢复信心 并且能向国企和民营企业 提供间接的援助 邢志强表示 大陆在过去六年 持续面对的地缘政治 和贸易紧张等等挑战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的经济动力 各种的出口类别 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都没有下跌 对于比较友好 和立场中立的经济体 出口占比甚至还是持续提升的 有利于人民币的发展 刚刚看到了 向如陶派记者 知道了这个大陆的经济 现在有下行风险 那么香港呢 游客还是很多 不过这样的一个景象 也令人觉得嘖嘖称奇 说是游客刻意去找烂尾楼 被称为怪兽大厦的 这个三栋国宅 就在港铁太古站附近 咔嚓咔嚓 来到香港 跟随电影变形金刚的脚步 来到取景地 我背后的住家 密密麻麻的 这边也被称作是怪兽大厦 若不是抬头还能望见一片天 这个压迫感油然而生 强烈的压迫感 仿佛要被怪兽吞噬 这边1960年就开始盖 但因为发展商失踪 成为烂尾楼 后来分拆五栋相连 寸土寸金的香港 国宅街的密密麻麻 当然里面居民也是满满满 因为有很多的居住需求 所以对于香港人而言 也会比较愿意去选择 相对比较便宜 或者是说居住环境 比较不好的一些当房 一型楼群的怪兽大厦 实在太夯 原先公告禁止拍照 但止不住 源源不止的旅客打卡 于是大家很有默契 安静下来感受拍照 因为这边算下来住了上千人 你能想象吗 一个独立单位 还会再被隔城三房 俗称当房 狭小空间 一床一柜 一桌大约一瓶多 房租也要上万块 另一头中环站 高楼林立金融重镇 但无餐时段 百里街上 还是要来排队买两送饭 什么是两送饭呢 就是这样 像是两种配菜的饭盒 我点了油机 蒸蛋 店家给了超多饭 在这边已经是小够短袜 这样要34港币 大约台币140左右 10点多就陆续有上班独乘空档来买 毕竟物价这么高 能省则省 香港两送饭就像是台湾自助餐 但基本就是自选两样菜 加大分量的白饭 在这边越来越受欢迎 方便吧 怎么说 对我来说就是方便 评价快速 但随着食材涨减速政策 两送饭其实年初涨过价 虽然香港政府开始反贫困行动 但也间接透露出香港居 香港生活真的不容易 TVB的顺旧 家瑞里面香港采章报道 一起来看金门跟澎湖的民众 这两天都发现 夜空中有小亮点 而且在白天的时候拍起来 还像是这个白色的羽状物 还以为是彗星 但是专家说 那其实是大陆方面发射的火箭 黑夜中出现一小点光亮 小小物体后方拖着三角形光影 从右往左移动 越来越往高处 移动速度非常快 15号晚间7点左右 金门民众抬头一看 发现天空中有白白一小点 周围还有光影 不少人以为是最近天文界 最火红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不只在金门 澎湖东极港 马祖文化园区也有发现 快速移动的光点 后面还有粉红云彩伴随 如此美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民众兴奋捕捉瞬间 突然间往西边那里有一个不明飞行物 从西域乡那边飞过来速度也蛮快 在网路上我才看到是 是中国的长征六号 在印卫星的卫星链的火箭退进去 不然还以为是外太空来了什么东西 不过台北天文官分享直播影片 揭示捕捉到的白色雨状物 和火箭发射烟云类似 移动速度非常快 移动方向也和彗星不同 并不是难得一见的紫金山阿特拉斯会星 而有网友比对中国近期发射火箭的时间 发现时间吻合 近期中国大陆发射火箭 一次金门澎湖民众看到的 就是中国大陆发射的火箭 不过在15号也有中国大陆天文迷 在当地拍摄到紫金山阿特拉斯会星 拖着长长的会尾 而在台湾12、13号 也都有民众拍摄到美丽会尾 另外想追会星的民众 20号之前在地平面视野开阔 晴览无光害的环境下 都还有机会看到 民众可得好好把握机会 下一回就是8万年后 TVB的新闻 陈正许一武和可眼 金门澎湖采访报道 有机会安排日本旅游吗 我们的镜头等你到岡山县的 额岛市来看看 或许你很少听 但是这个地方是全球生产牛仔布的重镇 当地就有一条街叫做牛仔裤街 那每年大约会吸引全球 大约10万人次的游客来朝圣 当地具有老经验的牛仔职人 从织布到染色 坚持手工创作 各式各样的牛仔裤挂在街头展示 这里是日本岡山县的额岛市 也是日本牛仔布的发源地 这条街聚集了40间牛仔裤工厂和店铺 因此又被称为牛仔裤街 不少牛仔爱好者专程来挖宝 品质好选择多 每年约有10万名牛仔迷到额岛市朝圣 当地有不少牛仔职人 像这一位织布师内田先生 每天亲自到工厂监督牛仔布生产过程 另一位职人则是专职手工染色 为了染出最均匀的颜色 必须将手和指甲 长时间浸泡在染料中 而导牛仔布的颜色 以电蓝色为基础 依靠有经验的老师傅手工混合调色 获得日本蓝的称号 染布师每天混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 假使觉得今天的颜色不够好 就会直接放弃不用 这样的工作枯燥乏味 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 无法练就这项技艺 染好的牛仔布再交给这位资深裁缝师 职人层层把关 将审品交到顾客手上 而老师当地的牛仔公司规模都不大 员工人数约100人左右 但这里的牛仔裤制造历史 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 当时诞生了大约翰的流行日本牛仔裤品牌 也替知名精品古时代工 牛仔裤流行款式随着时代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日本品质 而老师的手工牛仔裤价格不菲 便宜的一条约7400台币 顶级工匠制作的要价4万5000台币以上 但顾客享有终身保修 在合理范围内破损可免费修复 他们的销售额有四成来自日本以外顾客 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 不担心被AI人工智慧取代 TVS新闻综合报道 一起来掌握最新的东南亚动态 我们先来看看泰国 泰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在多方的压力之下 决定下调政策性的利率0.25% 目标就是要帮助泰国民众减轻债务负担 官方认为在通货膨胀率 目前都是在预测的范围 所以泰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具有合适性 我们再来看看菲律宾 菲律宾是在东协国家当中 现在会持续增加私人消费的国家 那么拥有数位钱包的泰国人 却不愿意增加消费 因为有项数据不好看 泰国的出口额呈现下降的趋势 所以现在市盈已经重新评估 泰国的GDP要下修预估值到2.4%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台湾投资东南亚 这是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代表佟正元 他发文也证实了 说我们台湾投资东南亚 钱大部分都集中在新加坡 高达71.6% 换算了前三季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 其实还不到对新加坡投资的60% 所以轻重之间显而易见 我国现在投资新加坡有三大关键的产业 包括电子 金融以及零售 我们再看到是南海冲突 这回菲律宾官方主动的公布照片 来自于公布照片单位是菲律宾渔业水资源局 说他们有两艘的船只在南海中叶岛 周围执行例行巡逻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碰撞事件 包括有一艘船遭到大陆的海上民兵船 刻意地从侧边擦撞 所以导致他们的船右悬头明显凹陷 我们最后看到是在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了 现在从星期一大陆围台军演之后 其实美国与菲律宾陆战队的官兵 开始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西部 展开为期十天的联合军演 非国军方强调了 这场的演习就是事先计划 与亚太区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联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铁坛的焦点我们一起来看看 已经37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 有没有机会出战2026世界杯呢 他在对战玻利维亚的士族资格赛当中 强力地上演帽子戏法带领球队打赛 看到招牌的指天手势 就知道阿根廷球王梅西进球了 周三士族资格赛在主场对战玻利维亚 大半时间宛如梅西的个人秀 上演帽子戏法 梅西独进三球 外加两次助攻 点燃队友满满火力 老塔罗阿瓦瑞茨和阿玛达 也都各提进一球 率领阿根廷队以6比0大胜 37岁的梅西保到未老 外界也好奇 两年后满39岁的他会不会再战2026世界杯 而梅西坦言还没有设定任何期限 只是想享受这一切 因为这可能是最后几场比赛 感受到的爱比以往更加浓烈 在这支球队里很舒服 就会继续享受这一切 反观法国 25岁足球巨星姆巴佩 日前被踢爆 涉嫌性骚扰 姆巴佩上周四 入住瑞典斯德格尔摩的一间饭店 当晚发生一起性骚扰案 当地的媒体却报道 姆巴佩就是嫌犯 让他的律师痛批 根本子虚乌有 姆巴佩也在社群平台反击 打了三个大叉叉 声明这是假新闻 不过姆巴佩在与钱东家 欠辛案听证会前夕 出现这一桩乌龙指控 让他怀疑这一切的不实消息 是否都是钱东家 巴黎顺日耳曼的阴谋 特别新闻怎么报道 轻松一点的话题 您喜欢职人剧吗 现在在我们国内 有这样的一个影集 描述到的就是 女演员的心路历程 主演影集的 这个影后的杨锦华 以及谢盈轩 他们揭露了演艺圈 光鲜亮丽幕后的秘星 杨锦华还拿了 他没有得过影后的这件事 来自嘲 我现在就是要做一块拼的 老婆知道了 还有谁比周婚更适合这个角色 我啊 两个当红女演员 杨锦华 谢盈轩 从闺蜜到不欢而散 却因为薛世玲促成重逢 嗨 我是周帆 我演过很多的戏 也入围过很多次的 金钟跟金马 没有拿过一次 真的假的 我以为你有 没有 就是这么高级自嘲 影集迎后 以演艺全身存实入为主轴 窥探横跨三世代 女演员们的内心世界 戏外聊到拍摄过程 频频落泪 一收工回去 我就开始想说 我演得对吗 这样好吗 然后突然 就有一个简讯传过来 谢谢你今天的表演 让我真的什么很感动 哇 我不夸张 我看到的时候 蝎银萱也坦言压力很大 四分钟的花絮 各土内心化 在拍影后的时候 我会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是 蝎琼萱还是颗粒粪 太多真实的东西了 藉由我们的角色 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其实女演员 不容易 另一部主演影集也不容易 今夜一起为爱鼓赏 刚结局的哭不少剧迷 杨敬华也首次跨界演唱插曲 成为隐藏彩蛋 希望这首歌能陪伴需要治愈或鼓励的心灵 杨敬华难得展歌唱实力 每个面貌截然不同 在南韩则是由女歌手进了派出所 原来这是知名的女歌手 杨敬卷入了暴力事件 接回进到派出所 她的身份是被告 当时有一名粉丝要求合照 但是被拒绝了 杨敬的同行朋友殴打她 一概过往高调的穿衣风格 韩国歌手杨敬素颜戴起帽子 针对上个月发生的暴力事件 以被告身份现身警局 整个人低调再低调 因为上个月二十九号凌晨 一名十八岁男粉丝 在街头看见她表示想合照 当时杰西婉拒对方并准备离开 没想到同行男子竟然爆出口挑衅 还暴打男粉丝 而杰西则趁乱离开现场 事后又称不认识欧人男子 事件发生后 网络上针对杰西侍而不见得不满 持续发酵 而她第一时间也发文道歉 表示当时是深夜 所以拒绝合照 粉丝一瞬间就被附近的人殴打 因为很慌张 没能细心照顾 但仍需负起道义责任 已经联系受害者母亲 也希望加害者受到合理惩罚 男粉丝的母亲指控 杰西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说不认识加害者 更是令人无法接受 事情越闹越大 杰西的形象一时恐怕也难以挽回 一起來看央行总裁 杨金龙说明打炒房的成效 央行总裁杨金龙 十七号赴立院财委会报告 会前面对媒体化身审话一哥 谈到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打炒房是否已见效 杨金龙没把话说死 杨金龙表示政策不会高高 直起 轻轻放下 还要发酵一段时间 将采取滚动式检讨 现在有没有效果啦 效果出来没有 效果不会就说我今天下去就行 还没有出来嘛 没有没有 就我们要慢慢的来评估 慢慢的watch 如果半年后 跟今儿差不多不怎么样 你会不会不排除第八波 有没有 我想现在就在讲 就是说第八波是怎么样 要第八波了 我总觉得还是言之过早 而针对环球金融杂志评比 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总裁 过去共获得四次A级的杨金龙 2024年降为B加 杨金龙也直言很纳闷 但不委屈 其实根据统计 八月预售揭露量跌破万件 对比六月近乎腰斩 而2025年全台预售 可能交屋量高达10万件 其中台中市北屯区 桃园市中立区 是2025年预售屋交屋量 最大的前两个行政区 但受到央行打房影响 购物组恐怕没能申请到 当初设想的房贷陈述 如何解房市难题 杨金龙怎么出招 各界关注 提北的新闻 李建文刘轩 台北什么的 关注到 如果您是开店做生意的 缴税这件事 大家都非常斤斤计较 财政部宣布了 未来有个方法 可以减轻大家负担 小规模的营业税起征点 确定要调高 也就是放宽门槛 销售货物如果单一个月 销售额 现在从现行的8万元 要调增到10万元 才要来起征要缴税 那么另外销售劳务的部分 是从4万元调高到5万元 新的政策预定在明年元旦 正式上路 我们再来看到 这也是部会的消息 是为了要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劳动部反对外送平台业者 UberEats宣布收购FuPanda UberEats想吃掉FuPanda 独把外送平台能否过关 目前还要等待公平会审核 不过劳动部长何佩山 16号在立院接受质询时 对何宾案首度投下反对票 现在外送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被平台停权开除 没有人知道 认平台就是这样的机制 如此扩张他自己的权利 这个也是我们跟平台 在讨论对话的讨论议题 你们这么明确的态度 有没有发函给公平会 让他们知道 我们有跟公平会告知 有告知 有用公文方式有去告知 有正式喊 我坦白说 如果是劳动部长主管机关 我也管不到平台 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你那个专法 会不会是个有效的专法 是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要来跨部会讨论 哪一个部会管他才有办法 立委担心 一旦外送双雄合并 外送员的权益 就只能资方说了算 但碍于劳动部不是主管机关 管不到外送平台 何佩山强调 至于保障外送权 劳动权益的立场 已经发文给公平会 要求两大外送平台 要是无法就外送公会 所提出的四项诉求 包括庭权透明 报酬保障 地形化契约 和全时段保险达成共识 就不能进入审查程序 对此公平会证实 已经收到劳动部的发文 但强调此案还在补件当中 等立案之后 会将相关部会的意见 作为审议参考 TBBC有年轻人 终于台北常常报道 注重型的安全 在台中的一中商圈 出现专责取缔 不理让行人的车辆 这个科技执法 就设在三明路的 玉柴北路口 12月1号起 要正式执法 行人过马路 却遭车辆撞上 类似的状况 在这个路口接连发生 台中市在一中商圈 设立第一个专责取缔 不理让行人的科技执法 只要车辆 不理让过马路的行人 距离不到三公尺 就会自动排下来 这个专责科技执法 设在一中商圈 三明路跟玉柴北路口 360度24小时监控 商圈有逛街人潮 附近还有多所学校 平日学生多 假日的时候人潮更多 如果真的有的话 会比较安心 科技执法对于用路人来讲 是一个间接的 民众对于科技取缔 不理让行人大多持正面的看法 但是也希望行人要守规矩 监视器系统自动侦测到车辆 为理让行人会截取三到四张照片 上传科技执法平台 占有远景人工判定 是否违规而开单举发 目前是宣导期 十二月一号正式开罚 不理让行人 汽车处一千二 汽车处六千元 另外还要违规 祭典三点 以及三个小时的道安讲席 TBS新闻赖重荣 吴淑平台中报道 谢谢收看 请您持续锁定稍后 Focus世界新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